今集教大家做這個很可愛的水手服口金包 紫樣的頂部是呈梯形的 口金頂長度對著紫樣的頂 口金的腳位是紫樣梯形的腳位 或者可以直接在口金書裡 copy 一個紫樣出來 將紫樣 copy 落一塊白色的面布上 我只是習慣用原紙筆直接跨線 也要畫在鋰布上 面布對接用大頭針固定 第一步是縫這兩行旁邊位 首縫的話用來回平真布 衣車的話直接車行就可以了 一次過做完左右兩條旁邊位 這時候你也可以順便做鋰布的這兩個旁邊位 縫好了就是這樣的 這裡兩行線包住了一個旁邊位 然後我們可以用剪刀剪走這個角位 令到它成為L形的形狀 鋰布也是同步這樣做 下一步就要把L位扯一扯開 然後上下掩扁 變成這個小小的一字形的開口 你看到上面是有紫樣的一行線在 我們就用大頭針固定這一行線 其實我只會用一支在中間的位置 然後將這一行小小的一字形 就用手縫或衣車車 縫好了之後就是這樣的 其實你剛才這一步已經包好了兩隻腳了 一個袋的形狀其實已經出來了 面部可以反一反轉 放在一邊備用 下一步就可以開始製作水手靚裝飾 這個梯形是背面的領位 只要拿圓筆或圓枝筆畫進去後 將一塊藍色的布對摺 塞回梯形的兩隻腳出來 用剪刀剪走多餘的地方 反轉這個梯形 想腳位反得仔細一點 可以拿東西多一多個腳 剪一條幼的白色絲帶出來 量度一下下方的位置 將它用一行線車埋或縫 製作水手扶的標誌形象 即是藍底白間 第二步我們要做正面的領口位 摺一塊小小的長方形 在上面加一條白色絲帶 再準備兩個小小的三角形 加一條白色絲帶 去做領口旁邊的兩個階 加起來正面的裝飾就是 一個小小的長方形 和兩個小小的三角形 大家都要加一條白色絲帶 把這三塊拼起來 其實你就已經看到水手扶的靈口出來了 下一步就要把這三塊分開的東西連成一體 拼好位置之後 我們先縫上一邊階 你看到紙口是屈了進去的 我們就反開紙口位 因為我們車線是在裡面車 到你待會縫好了 那個階反回來之後 就見不到這條線了 因為已經藏在裡面了 另一邊的做法也是一樣 我們反開難怪的地方 就是車這一行線 拼好後就像一隻小鳥似的樣子 飛一下飛一下 然後我們就要把中間這個滴滴位 我右手拿著那個滴滴位 用手縫的方式把它縫兩針 黏緊這個分離位 大約縫五下左右就夠了 縫好一個靈之後 反回兩個三角形 中間這個小長方形 我們就斜展做一個三角形 收一收兩隻腳 令到那個階反下來的時候 遮到整塊 水手縫當然要有這個紅色的領帶 這個大三角形 就做背面凸出來的三角形的尾 是兩塊布這樣縫在一起 然後就反轉這個三角形 跟你剛才做背面領位的方法好似的 他們兩個拼在一起 就很有水手縫的感覺了 正面綁蝴蝶結的位置 就是用這個很長的紙樣 做做這條好像辣椒的物體 就是把它對摺縫在一起 車好一行線的樣子 還有反轉之後的樣子 拿個衣車紮住這個開口 我們就打一個女童軍的平結 打完之後就是這樣 是不是很漂亮呢 要把它拼在我們正面的領口上 是用手縫的方式 縫在一些我們不會看到的地方 最重要是縫得緊 又不會露了線頭線尾出來 水手嶺裝飾的部分就大致完成了 現在我們就要把這個領的邊邊 收口的位置 我們就收入這個口金包側邊的位置 不過這個位置是剛才縫第一條線的位置已經縫了 你可以用拆線刀拆幾針 讓這位置塞好一點的披口位進去 然後就把這兩個背面 正面的水手嶺裝飾 縫在這個口金的面部 即是這塊白色的布上 縫背面的時候 只縫頂部的披口位 一條線過就可以了 正面的嶺裝飾不是縫頂部 而是分別把左右兩邊的披口位 各自縫在梯形頂部的斜線上 下一步就是把白色這個袋反轉 Summer 剛才我們用開線刀開了的這個側邊位 其實這裡應該只有幾針 縫好之後就是這樣 正面領部左右兩邊的貼貼位 都已經放進口金包裏 下一步就可以把這個鋁布 靚的那邊在裡面 我們就套著口金包正面的位置 即是有所有裝飾的位置 將它們兩個套在一起 用大頭針固定好這個開口的邊緣 用手縫或衣車的方法包上這條口 不過我們要剩下其中一個開口位 用來反這個袋 車的東西是噁心的那邊向著自己 而反轉了它之後 無論是里布還是面布 都是靚的那邊向著自己 里布反好出來之後 就接到面部的入面 做回袋的裏面 再將手指塞在裡面 縮回靚底的形狀出來 然後接到開口位 下一步終於可以上口金了 手縫的方式在第二條片都教過你了 所以這次我示範 沒有手縫的口金 這種叫做毛孔口金 只是用膠水來黏住它 我選擇用保麗龍膠水 它很適合連接布料和金屬 而且乾的速度也算快 將膠水塞在框框的其中一邊 然後將預備好的袋身 對按範圍慢慢用手指輕輕推上去 這個步驟要非常小心 當你推好上去之後 不要再不小心弄它下來 否則布料會帶著膠水下來 然後你的口金的面部也會貼滿膠水 你也看到我會不停用手指再推緊 貼第二邊的時候就麻煩一點 因為你已經貼好一邊 你又不可以弄髒那邊 所以這一邊是需要更加小心 重點是慢慢弄和保持已經上去上面的布 小心不要用力過度 而且扯了一些本身已經貼好在上面的下來 有需要的話就拿這些彎咀的鉗推一推 大約放它幾分鐘就已經貼實了 毛孔口金比起手縫的有孔孔的口金 做法是快非常之多的 這兩個水手服口金包都是手掌心大小 很適合用來裝碎銀和Head風扇 或者潤唇膏、唇膏那些物品 順便follow我這兩個instagram吧 謝謝